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5月9號 明天是10號 是以色列的獨立建國紀念日 而今天呢是以色列的 政王將屬紀念日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 他們是以色列獨立建國紀念日 我們都知道是5月4號 是以色列1948年5月14號 以色列獨立紀念日 為什麼今年會在5月10號呢 是因為他們是用的是猶太利 猶太利的伊爾月的5日 是他們的每一年的獨立建國紀念日 獨立建國紀念日的前一日 就是他們紀念的陣亡將屍 還有紀念這個恐怖攻擊受難者的紀念日 那今年一共呢是紀念了兩萬多個 兩萬多個這個受到就是 就是陣亡將屍 還有包括三千多名的這個 一般平民受到 遭受到恐怖攻擊的受難者 那總共這些受難的家庭 一共有一萬多個 所以其實實際上在以色列紀念面 以色列紀念應該說是一萬多個家庭 可是呢實際上在這個以色列境內 幾乎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 他們不論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們的親友 都有人受害或者是陣亡 所以這個紀念日幾乎是全國性的 然後增加這個紀念的活動是到 四十四處的軍人公墓 包括在耶路撒冷城的叫做一個 門赫索 門赫索就在大屠殺紀念館的旁邊 這個門赫索就是 一個軍人公墓當中他們會去紀念 以色列全國現在只有七百五十萬人 可是有一百五十萬人 就在今天都會去到 所以五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會主動 都在街上都去到春仁公墓 所以這是一個很盛大的一個 全國性的一個紀念 那他們就好像活裡鳳凰 你可以這樣講 其實從昨天晚上他們以色列的 猶太利他們是一天的計算 不是像我們是從 也許我們是從這個清晨十二點 他們不是 他們是從日落 前一天的日落到第二天的日落 也就是說從昨天的日落開始 到今天的日落 就是他們的所謂正文將紀念日 到今天晚上 我們這邊 我們現在已經天黑了 但是他們那邊還 他們比我們晚五個小時 他們也就是說 從今天晚上開始到明天 是他們的紀念 他們的獨立紀念日 那我現在先讓大家看一下 以色列這個國家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以色列跟我們台灣 台灣在亞洲的最東邊 以色列呢 我們講中東中東 其實是在亞洲的最西邊 它仍舊屬於亞洲 它是位於亞洲跟 它是位於亞洲 非洲跟歐洲的一個交界口 所以自古以來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略位置 也是一個通行經商之道 所以以前有香料之路啊什麼的 都是經過以色列這個地方 都是經過以色列這個地方 這個小小的地方 那香料還有很多各樣各樣的 經商通罩 就是像那個Caroline 也就是所謂的經商的這個隊伍 包括這個在沙澳中 進行的這個駱駝隊 他們都要經過以色列這個地方 所以以色列從自古以來 就是一個兵家必爭之類的很重要的地方 在這裡就是講到大約在四千年前 大約啦 我們只是一個大約的情況 所以在過去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它是一個牆 就是因為它那個地方太重要了 南部你剛剛看的有埃及 北邊有亞蘇 巴比倫 這最整個的 猶太民族的歷史的影響 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現在我們來看 現在的以色列 它北邊是黎巴嫩 東邊呢 西邊呢是地中海 東邊呢 東北邊是敘利亞 也就是現在很動盪很嚴重 在東邊這邊是約旦 再下來呢 西南方這邊呢 是那個埃及 所以它的位置呢 就是剛剛我講的 是歐亞非三洲的藥蟲 那你看到這整個 你可以看到整個中東的情況 伊朗 伊拉克 敘利亞這些 沙利亞阿拉伯在這邊 所以你看到整個 這個阿拉伯半島的整個情形 所以以色列它位置的那個位置 關鍵位置在地中海的那個位置 北邊土耳其 那再接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以色列的國土大概是多大 它就是跟我們台灣來比較一下 它總共呢 也才22145平方公里 我們台灣是多少 三萬五千 對 剛開始你會覺得說 唉 以色列是不是比我們 你常常看新聞 就覺得以色列是不是很大 其實它比我們還小 可是這個國家所遭受的壓力 卻比我們還大 因為它四周圍強敵 我們還有一個海隔著 但是呢 它四周圍都是強敵 它最低的地方 那是死海 是海平面以下 420公尺 台灣我們最高山 我們看最高的山 三十玉山 三千九百多公尺 以色列高山 是 Mount Meron 那是一千兩百多公尺 那從最北邊的那個 那邊一直到最南端呢 大概是六小時就開完了 因為它很長 我們是比較稍微胖一點 那它裡面的地形呢 也非常的複雜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森林 有高地 有海岸平原 然後有雅樂帶的這個山谷 然後有最低的地球上最低的地點死海 所以整個 以色列整個國土呢 還有一半的地方屬於乾燥型的 半乾燥型的一個土質 就是你會看到南地的地方 我們所謂南地喔 我往前帶著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以下 這個以下的地方呢 這邊都是沙漠 只有北邊這邊 是比較屬於可以耕種的地方 所以呢 它要在那樣一個環境底下 要生存是很困難的 在這張圖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樣上面有畫斜線的喔 就是目前最受爭議的 也就是這個地方 所謂的加薩走了 我們最常知道的 然後再來呢 這一塊呢 就是所謂的西岸 常常就是在新聞裡面在談的 就說那巴勒斯坦士 他們要在那邊建國 零加必見的地方 那你看到這邊 從別石巴以南這邊 就是所謂的南地 我們就叫Negget Negget 那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以色列的氣候呢 每年大概就是 11月到5月是雨季 就是現在目前還有雨季 那從5月之後 一直到10月那段時間 全是乾旱的 以色列的雨量非常非常少 那所以他們非常非常在乎 怎麼樣來使用這個水源 怎麼樣再利用 怎麼樣開發水源 但是呢 在這當中我們看到說 神賜給以色列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動植物 它的還有它的 動植物的種類非常的多 它境內有500多種的鳥類 還有100多種的爬蟲類 那有2600多種的這種植物喔 很特別 那我在這邊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到這邊是南地沙漠的情形 這邊是北方約旦河這個地方 它那個地方甚至可以泛舟 跟我們的秀波蘭西一樣 你可以在那邊泛舟 很多去以色列人都不知道說 是可以泛舟 其實是很好玩的喔 然後看到它的鳥類 跟這個大腳山羊 那我這邊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連線上去 這個代表是元鳥協會跟那個 協會跟行電旅遊他們合作的喔 做了一個就是以色列的賞調戲 我希望就是以後將來 大家去到以色列的時候 不只是看一些聖地遺跡 能夠看看現在神所創造的 以色列在那個地圖上有多麼的豐富 它的動植物有多麼的豐富 我們試試看是不是能夠 直接連線 對對對直接按上去連線 沒辦法連線是 如果沒辦法連線就 不行就好 我們就先好 好沒關係 這邊就講到水源 以色列的水源 以色列最主要的水源很重要的是 從北邊喔 它北邊它有 Mont Meron跟Mont Heron Herman Herman就是所謂的黑門山 我們常說黑門山的甘露 它降降到耶穆桑人 在西安 那是那個甘露喔 它因為它冬天的時候會降雪 降雪了之後呢 它那個雪水融化之後 還有在街上幾個水源 一直流到約旦河 從整個約旦河谷一直流下來 流到死海 所以呢 那在這個約旦河的 這個流盡的毒盡當中 就會流到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是它最大的蓄水湖 然後以色列在建國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呢 就是在這整個的 以色列境內呢 就做了非常好的 這個水源的輸送網 這是以色列的這個 建國的這個 Founding Fathers 他們一個很 一個很前瞻性的一個計畫 所以你在以色列裡面 其實在南地 你會看到很多的那個水源 就是那個水源的開關的 那個部署的 就是在很乾旱的地方 你會看到它那個水源的那個 那個水閥 那以至於造成說 以色列它境內 他們現在有很多 譬如說他們要做海水淡化場 他們也非常的先進 然後怎麼樣 使污水再循環再利用 然後他們的節水系統 各方面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因為他們少 他們有需要 以至於它就不得不在這方面經濟 所以就成為 這個也就是 當未來世界 當我們現在會看到 將來其實最大最大的資源 最大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我們的貨幣 是水 將來兵家必爭的是水 但是神必備以色列 在這些方面 所以也許我們要在這方面多多的注意 那我們現在比較多看到的是 所謂的替代能源 綠能這方面 但是我們的水 是將來我們全球最需要 如何能夠有乾淨的水源 如何能夠把海水淡化 然後如何能夠應運用這些資源 這是我們將來很大的一個課題 在這裡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幾段經文 因為神使用以色列這個國家 我們從聖經上看到 為什麼神一直不斷地說以色列 說耶路撒冷 那以色列、耶路撒冷、猶太人 他們就好像一台西一樣 在我們眼前也跟我們看 讓我們知道說神對 祂把這一個民族、這一個國家 在我們面前看到說 即便他們背離 但是神的慈愛永遠不離開 神仍舊帶著他們 也因著他們的關係 所以福音才會到我們身上 所以神用他們做一台戲 同時呢 在耶路撒冷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有很多經文 講到耶路撒冷 說我因喜安必不靜默 為耶路撒冷必不犧牲 直到祂的公益如光 揮發出祂的救恩如名跟發亮 列國要見祂的公益 列王要見祂的榮耀 你必得心靈的成功 是耶和華金口所起的 而且祂要作為神手中的華冠 要成為那個免流 祂不再稱為鐵器的 也不再稱為是荒涼的 祂要成為神所喜悅的 祂說神說祂必歸祂 耶路撒冷 後面也講到說 神要在這個城牆上設立守望者 昼夜不靜默 然後要使耶路撒冷 在地上成為可讚美 神用耶路撒冷 作我們的藉境 讓我們知道神也是這樣建造的 可是這有一點很重要的 在過去教會的歷史當中 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們把很多神在說 以色列耶路撒冷 我把它換成我們自己 這就是所謂的取難神學 就是說這有兩個層面 有一個層面是神說話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絕對沒有動搖的 我們可以以色列 以耶路撒冷 以猶太民族 他們做我們的借鏡 可以看到神在他們身上的慈愛 也因著主的關係 所以這個慈愛也到了我們的身上 所以這個 剛剛我們知道說這個慈愛 但是我們不能夠用我們自己 來代替以色列百姓 或者代替猶太民族 或者是代替這個耶路撒冷 我說的以色列百姓 我這邊講到有猶太人 現在也包括在地圖當中 以色列地圖當中的阿拉伯人 所以以色列境內不只是只有猶太人 還有包括阿拉伯人 所以神的應許呢 是給這塊地圖上的合情 包括猶太人跟阿拉伯人 是希望這塊地圖上的阿拉伯人 他們也能夠歸向神 那我們所要做的這個角色呢 其實我們是要在他們當中做和平之制 而神把這塊地圖是賜給猶太人 好使他們能夠管理這地 使這塊地圖能夠在地上蒙福 能夠伺服在地上 在這塊地上寄居的其他的百姓 都能夠因此而蒙福 甚至呢 因為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建立 能夠使地上的列國因此而蒙福 當我們在看到說 以色列這個國家經歷了 兩千多年的大離散之後 他們能夠回到這塊地圖上來 建國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是從世界各國回來的 那很少人會去想說 神為什麼要讓他們去到世界各國 再從世界各國再帶回來 為什麼神要做這樣的工作 你們有沒有可以回答這部分 為什麼要把他們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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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離散 而治活從世界各國來回來 這個目的是什麼 這個目的是什麼 還可以離散不需要這麼嚴重 我們看到在以色列建國之前的時候 神一批一批地把他的百姓 從俄國 從東 從北 從西 這樣一路這樣帶回來 那帶回來的時候 他是從那些國家 他在那些國家當中 他沒有辦法被認可 他沒有辦法在那個國家繼續 通常會回歸的 在早期的時候 通常是在那些國家生存不下去的 或者是生存困難的 或者是被迫害的 沒有辦法 他只好回來 然後他要回到這個 是他的列祖的地圖當中 在這裡神應許他們 他們回來了之後 他們會在這裡安居 他們不再被罷住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神呼召猶太人 做他的列國的祭司 這個祭司的職位是什麼 他們很清楚 祭司的職位是什麼 因為聖殿的關係 祭司是要為百姓代求的 當他從列國回來的時候 他雖然是受創回來 可是神要興起他們 要為當初逼迫他的國家 使他沒有辦法在那裡生存的國家 他要為那些國家的百姓代求 這個是他們身上的使命 可是他們必須要先被神的愛情愛著 他們先要被神所先得著 他才有辦法去為當時 等於是他從那些國家他是被迫離開的 他要去為那些國家來代求 以至於列國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怨他 我們最大的祭司是我們的主 可是他們要先得著這一個 以至於他們可以興起為列國代求 這是神在他們身上的一個使命跟託佛 那這也是我們 在身為耶路撒冷的守望者 我們要為猶太百姓 要為以色列祷告祈求的 就是期盼他們興起 他們能夠被主得著 以至於他們能夠明白在他們身上的使命跟託佛 以至於他們身上的神所賜給他們的恩典 可以流向列國萬寶 其實在這些年當中 我們看到以色列 神已經給以色列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恩典跟發明 譬如說這樣 我們看到 諾貝爾講最多的是什麼 是以色列百姓對不對 猶太人最多 他們已經 神已經借他們賜福給列國萬寶 很多方面 在不知不覺當中 神已經借了他們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數算的話 我們並不清楚 當你仔細去數算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神的話語一去都不動搖 真的已經借了猶太人 現在以色列百姓已經四福給列國萬寶 可是將來還有一個更大的一個祝福 這個祝福是在屬林上的祝福 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見的 以色列 我現在就大約很快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以色列 那耶路撒冷救成分成四個單位 你會看到這邊有基督教的單位 比如這邊是亞美尼亞人 有猶太人的單位 然後這邊是伊斯蘭教 所以這個救成就已經四分五列了 你會看到就已經分 但是大家要和平相處的那個當中 然後你會看到 因為東邊那邊就是克西馬寧原 那邊就是橄欖山 這邊是橄欖 Mount of Olive is 橄欖山 然後西邊是整個的 這個耶路撒冷新城的整個發展的地方 北邊呢 是有西伯來大學 Mount Scopus在北邊 南邊這邊就是西安山 就是所謂的這邊 你會看到Mount Zion就是西安山 所以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耶路撒冷城東西南北的情況 就是耶路撒冷城 它的進口的地方 那個Java Game的單位 好 謝謝 這個是我們從東門 也就是從 這邊是所謂的金門 在這邊 這是金門 這是金頂寺 從橄欖山整個盼 向耶路撒冷救城 這個是在枯牆 也就是西牆那邊的 這邊 你看到戴黑帽的這些 就是所謂的正統猶太教 就在西牆裡面 大家塞在那邊的禱告文 那這個呢 是在這個枯牆旁邊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考古的一個公園 那我們建議 就叫Degerson Center 建議如果說你們將來去到以色列的話 耶路撒冷這個地方一定不要錯過 因為很多其他地方 我們都是道聽途說說 這裡是哪裡 然後譬如說這裡是 這個是當年這個門徒們 在那邊 吃最後完成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都是後來人之法 可是這裡是真的 所以只有這裡 我是很確定 還有再來就是大衛城的遺跡 大衛城裡面的 確實的 所以一定要去看這個 考古遺跡挖出來的 其他的道聽途說的 我們就聽聽就好了 這是他們的一個 耶路撒冷城 就是屬於新城的部分的一個 叫做 奔耶胡達的地方 現在是很多 連是耶路撒冷城 大部分人都會在這邊聚集啊 然後在這邊shopping啊 那每 哪個周六的時候呢 這個有一群 這個韓國的弟兄姊妹 他們都會到這邊買唱詩歌 他們唱詩歌的表演祝福當地的人 然後當地的人都會回過來 他們就很好奇 這是他們 一個很好的一個 祝福當地百姓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 Yalbashem也就是 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 你們去的時候 我覺得兩個地方 也 尤瑞撒冷城不能錯過的 就是剛才那個 Devisit Center 另外一個就是大屠殺紀念館 它就在我剛剛提的那個 Mount Hursle的旁邊 那這是以色列的國會 叫Kenneset 我們一般很好叫Kenneset 那這是他們的 你會看到那個 耶路撒冷他們 一般人的居住的地方 這就是他們的傳統市場 跟我們這時候是很像 這是他們的shopping mall 我大概就是講一下 就是以色列 你大概看他的歷史就是 從聖經時代 然後再製製其義主統治 然後之後 我們看到有 猶太這個復國主義之中 也就是所謂的 這個邪安主義統 看到二次大戰的猶太人 經歷大統殺 六百萬人被殺 其中一百五十萬人是兒童 然後之後他們爭取獨立 那一去到現在 就一直為了這個和平 他們就想辦法的 希望能夠有和平 他們總是 總是答應他的兒女說 希望希望在裡面這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就不再有戰爭了 可是好像這個和平的數量到現在 我們就還沒有辦法達成 前面這個我就先跳過了 大概因為大家都比較知道 在這邊呢 講到一個就是 我們的國父當年的時候 他寫了這封信 那時候呢 剛開始的時候是 猶太人他們在上海成立社群 那我們的國父那時候寫了這個信 給他們就是 在那個時候呢 他也認為說 他這邊講到就說 所有愛好民族的人士 對於重建你們偉大 而歷史上著名的國家 必然給予全新的支持 和熱烈的歡迎 所以我們的國父在當年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非常有遠見 而且他 就是神在他們心中動物 他不僅也是帶檸檬花人出埃及 同時他對於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重要性 他很明白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重要性 好我這邊講到就是 以色列爭取獨立的時候 當年那個時候 1948年的時候 以色列境內只有65萬人口 想想看只有65萬人 那當初他們要移民回來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呢 是在英國托管時期 英國托管時期 他是禁止猶太人回歸的 所以很多猶太人回歸是被抓 抓在 是關起來 甚至被遣送回去的 所以跟我們現在想到 就以為說 猶太人回歸是很容易 其實不是 當年他們要回歸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因為在英國托管時期 甚至是非法人 那當時只有65萬人口 所以當以色列在 等一下後面 1948年5月14號 以色列宣告獨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到24小時的時間 就有五個阿拉伯國家 入侵這個國家 所以五個阿拉伯國家 入侵的時候 以色列經驗只有多少 65萬人 這個猶太人 這65萬人是哪些人的 這65萬人 都是大屠殺性存者 回歸 都是像孤魂一樣 都是殘破不堪的 那麼回來之後 只有建立這個所謂的社群的生活 他們才有辦法 就是彼此互助 他們有兩種情形 一個叫做Moshaft 一個叫做Kibus 兩個 就是所謂的豚肯農場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共同生活 一起 他們才有辦法 彼此互助生存 在這個當中 你會看到 他們不同的時刻 回歸的歷史 一直到後來 1947、1948建國 然後48年的時候 英國通管結束 在這邊你就看到是 這些國家來入侵之後 這個 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 就簽訂了提火協議以後 然後 耶路撒冷城 在那個時候就 以色列跟約旦分治 一直分治到什麼時候 才統一 我們來看後面 這個是獨立建國的時候 我先讓大家看獨立建國 這是獨立建國的時候 大衛本不良在特拉維夫的 獨立建民館 他在那個館裡面宣告獨立 那將來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話 我建議大家都要去這個獨立紀念館 因為獨立紀念館 它還保留著當年的他們那個麥克風 還有座椅當年是哪些人做什麼椅子 那還有一些歷史在那個當中 我們去到那邊然後可以請他們放國 和給母親 在那裡的時候 你可以去重溫當年這些 以色列這些建國的這些父老 在怎麼樣的一個困難的情況底下 他們憑著信心宣告獨立 因為那時候聯合國 讓他們可以宣告獨立的時候 是以色列當時他們憑著信心接受了 但是阿拉伯 巴勒斯坦他們並有接受 如果巴勒斯坦當年他就接受的話 巴勒斯坦不用到今天還在爭取獨立建國 他當年就建國 是因為當年還不接受那個條件 所以一直延宕至今 所以其實這個當中是什麼時候 因為他們一直不滿意不滿足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辦法成就 今天我就是講到說 以色列獨立紀念日 也就是剛剛我講到 猶太一個一二月的這個五日的這一天 那正王將士紀念日之類 以色列獨立紀念日的前一日 我本來是要放一個 這個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前一日 這個受難者的這個紀念日 要給大家看那個影片 不過你們回去之後可以上Youtube去看到 好消息見 哥TV的 是郭書鳳傳道團製作的這個影片 但是你就找哥TV 然後就找這個正王將士紀念日 你們就可以找到這個影片 在這裡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阿摩斯書九章十四到十五節 你們可以翻到阿摩斯書九章十四到十五節 也就是當他們在宣告獨立的那一天 那一週 因為猶太人他們每一週安息日的時候 他們都要讀經文 那那一週他們主的經文裡面呢 就是阿摩斯書九章十四到十五節 那一段就是講到說 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魯的歸毀 他們必以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 栽種葡萄園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園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 他們不再從我所撕給他們的地圖上 這就是什麼 所以很奇妙的是 他們 猶太人他們也非常注意 就是每一個禮拜安息日的時候 他們到讀了那個禮拜的一個經文 他們都會去想說 神在這段時間對我們說什麼話 而在他們宣告獨立的時候 竟然是這一段經文 而且也在那個時候 還有另外一段經文 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們獨立建國那一年 是五七零八年 五七零八年 他們就去看經文裡面 五七零八 五七零八的那個經文是什麼 生命記三十張五節 我們來看生命記 對 三十張五節 大家看到嗎 他那邊講到說 耶和華你的神 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著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數比你列祖眾多 所以這就是神隨處說好 我們真的要隨時去天生 神在說什麼 這個時刻說什麼 所以五七零八年 是他們建國的那一年 猶太建國的那一年 然後呢 那段經文就是這段經文 而當周他們要讀的那個經文 也就是阿摩世俗內容 即內容一節經文 所以是 就在那個時候對他們說好 那我之所以會讓大家看 這兩個幻燈片 最主要是他們 以色列今年建國慶祝六十三年 然後呢 有很多的拉比他們都在思想說 那我們建國至今 這個意義是什麼 我們以色列建這個國家 跟其他的國家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跟美國有什麼不一樣 跟其他的國家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你在這當中可以看到 不同的拉比在這當中 對這個建國的一些喜思 然後在這個當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最近很大的一個新聞就是 賓拉登被美國擊斃對不對 對不對 美國人是很開心在那個廣場 實在廣場 環形跳舞的 你知道猶太人 他們就開始醒思那件事情 他說賓拉登死了 我們該不該歡喜 這是猶太人的想法 我們會不會這樣想 我們比較不會這樣想 賓拉登死了 是大家都很歡喜 可是猶太人他就會想 怎麼該不該歡喜 他們裡面有一個人 他們裡面有一個 他也是神所造的 人民深處都屬於神 當一個人死亡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歡喜 雖然他說我們別人 但是他們就有這樣一個形式 就是猶太人裡面 他有這樣一個形式 所以我就看到他裡面 那個矛盾的情緒 跟神在他們裡面的那個帶領 所以他的敵人 當神抱怡在他敵人身上的時候 他們不見得會因此而高興 他反而會回來醒一次說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什麼 所以我從這當中 我就看到一個神的選民 當他對一個環境的反應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反應在血氣上面 我個人這件事情上是怎麼樣來 而是他是先回到神的面前去 神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 這就是神的百姓 神的選民的態度 一致於當他們在思考他們的建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在想說我們跟美國 我們跟其他的國家的獨立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國家建國至今 我們到底走到什麼樣的境地 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到神要我們建立的那個國家呢 還是我們的國家仍舊在這個 所以我就看到在他們這個當中有很多的寫思 看到他們的國家當中 還是有一些腐敗的 他們還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的那個建造的重建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 他們是在這個當中來寫思 而不是單單的來慶祝說 還有我們有一個國家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了 只是讓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以色列的這個國術就是所謂的一個橄欖樹 你們看到橄欖樹它的那個枝幹 它的枝幹它是非常的強壯